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起来大概有60平方公尺这么多 但擦玻璃当然是人家清洁的师父 她是一个女师父 她们是给我们建议 不知道我们问监工 她们给我们建议是说 你擦玻璃要用报纸擦 你用稳节亮晶晶 还要用报纸擦 刚才擦很高兴 擦得很亮 全部擦一遍 擦得很亮 后来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这是人家 她们做那个silicon 就是金属跟那个墙壁的连接缝 她们用silicon的时候 她们有时候手上有揉墨 它沾到白铁部分 跟沾到玻璃部分 我们还是用稳节去擦 那在白铁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处理就比较会功夫 这个白铁部分 我们现在液体的部分 还没有好好解决掉 听说那个金属师傅说 我们买的那个液体不对 就是擦那个白铁液体不对 那是黄锈功的 她说真正白铁液 擦白铁的那个液体 它擦上去 白铁就很干净很轻松 那我们的师傅又把一些silicon 沿到白铁上面 我今天又擦了一下 还有就玻璃部分 擦玻璃我们整面擦很高兴 整面都喷稳节 然后用报纸擦 那报纸擦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一个落地玻璃 它透明玻璃 然后中间 中间会贴一些光炸一样的东西 是一些那个塑胶 不是塑胶贴纸 这个贴纸上去 它可以让人们辨识就是玻璃 那个是玻璃 不是一个空空没有东西 避免人碰玻璃 但是它那个是白的 所以很容易擦脏 你说擦报纸 报纸上有油墨 你在擦那个稳节上去的时候 它那个白色部分或字 会有一些写的字 公司的名称 容易有黑黑的 所以我们就又要用那个 去滋油 他们叫做去滋油 就是一些油渍的部分 我们要重新又要擦 但你擦又 难免又擦到玻璃 所以你又得用稳节再擦一次 那报纸要擦又很仔细 所以这个方面问题就变成 所以你擦去滋油的时候 你又把玻璃又污染了 你又需要稳节去擦 那稳节擦了呢 去滋油部分就很难处理 你要擦 去滋油擦到玻璃上 你又稳节擦很难擦 所以我们这个困体变得很难 我们说玻璃部分又不干净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反复 那人家心结的人员 他当然会跟你讲说 你那个报纸那个不要去擦 你用布擦 用布去擦稳节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用干净的布去擦 稳节擦不远 你就布底就不容易擦干净 容易起雾状况 但你会避免说 你的那个白色的那个贴纸部分 或者是贴的标志 避免就可以避免弄脏 有些人擦的效果不好 可是每一个行业 有它的行规 但是有一些小秘密 你就搞不清楚 人家为什么人家可以擦得那么轻松 因为我们就做不到 别人就做得那么轻松 绝对不是说 我们没有力气 或我们劳动力不够专心 它应该有一些技术 像我去每次去台北市北投区 我们这边看 我在四华银行或台湾银行 它的玻璃就擦得非常干净 其他公司 玻璃就没有办法擦干净 所以它就懂那个秘密 懂一些行规 行规秘密是不可以给人家讲的 就像我请教那亲戚的师傅 他看他不紧张 为什么 那代表他的价值可以高嘛 一个行业都有行规啊 像银行会计学一样 它很简单 它有一些行规 你要学你就学不会嘛 像我以前看的时候 我又看人家很紧张 因为我怕人家知道他们行规是什么 行规是可以学习的 但是外人就不足以到 因为他们是吃饭的家伙 像我们以前学哲学是一样 我一个转系 转到哲学系 我就吃尽苦头 为什么 行规问题嘛 你不是大一 不是读他们的哲学系 所以你读大一的时候 有些课程 他们已经解决了 所以问题变得很简单 你从大一去读 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难 而且有些问题是非常简单的 就有人很喜欢问一些问题 去哲学系 他们刚开始老师就已经教过他们一套 理哲学方式 就会 像我们理哲学就学得不好 像我现在都五十岁 那我读大跟读大一哲学系一样 在那边学理哲学 就是说人学东西按部就班学 它会有好处 当然坏处也有 坏处就是他们可能变虚无主义 什么东西都不相信 对这些东西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有人学东西会这样 那插玻璃的事情是很有学问 但是有的行家是从玻璃的结构 物理化学结构都了解 还有玻璃的折胜面 什么东西 他们做测试 他们都了解 那他们会 当然会有一些很好的方法 去把玻璃弄干净 那要做玻璃专家了嘛 那我们当然是可以请教他 即便上面是 不是有大问题 但是你要 可能就是要花管理成本嘛 我们就是说 一个公司他愿意出多少钱 去清洁它的玻璃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个保全人员 我们不可能说 花那么多钱或时间 去研究擦玻璃的技术 可以擦拭玻璃的技术嘛 是不可能的嘛 那一个玻璃公司的专家的话 他当然 当然说你要请教他是很难的嘛 那玻璃公司他们主要是生产玻璃 制造玻璃 还有销售玻璃 他们对玻璃清洁工作 他们一般是不太管人家了 所以你跟人家交情够 或者你跟人家有那个 投资合作关系 他们帮你弄个这么小 60平方公尺的 玻璃内外加起来60平方公尺 他们不做这种生意嘛 那就是清洁公司嘛 这些公司有的做得好 有的做不好 我们的 当然也知道有行规嘛 你的国贷司法银行 他们可以请得到这样的清洁人员 像我们公司 我们银行当然他们也请得起 问题是说 要不要这样做 他用不用出这个代价 让一些清洁人员 帮他清洁玻璃 我是吴基辛 我现在就是从 插玻璃说起 谈到韩规的问题 谢谢